记忆其实就很重要 更何况说是这么世代这么多人 这样横跨了快百年的记忆 我觉得那个记忆就真的 那个重量就真的很大 所以就说要麻烦 就说可能有的人是第一次来 有的人是不是专窑工 或者是也是过去一直在支援我们 那我相信就是大家 其实都有一些交集了 那些记忆虽然很短 但是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人其实活一辈子 就是靠一个记忆嘛 记忆越美好 回顾这一生就会觉得 这一生走得还算不错 记忆如果很差 就是觉得我这世了 不知道在做什么 所以我觉得记忆对人是很重要的 所以就是我们也谢谢 那个庆联有线电视台 就翁记者 这位摄影大哥 我不知道他姓什么 就谢谢他们 他们过去也来我帮我们记录 这一次也 我们这一次都没有发那个记者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这一次没有什么冲突事件 这一次那我们特别会跟翁小姐讲的原因也是强说 他是在地的地方记者 那他刚刚跟我们谈的时候 他很希望就是能够把这样子的议题 就是说更全面的介绍出去 我们真的谢谢他 所以我今天不发记者是说 不要让大家误以为说每次来 就是记者就来就开始登桌了 所以我们已经走到 我们已经 其实我们 我们已经开始要走到另外一个层次了 好热耶 开始要走到另外一个层次了 那个层次是什么 就是说 我觉得大家要开始 我们有想过就是要开始训练一下大家 训练大家最重要怎么训练呢 就是假设记者来 或者是一般的 我们要去跟政府部门沟通 比如说管碧林立委办公室的这个专员 孙少丘孙先生 谢谢谢谢 他过去没有不知道我们的背景 对不对 那我们过去 我们的做法就是这样 看着一个就开始移民 你都要保存了 你不能这样 然后就大家七嘴八舌 你到底什么问题 就说我为我们阿公 之前开始讲 人家就已经 时间根本来不及 对不对 我们过去没受过训练 我们的说法就是这样 可是现在我们已经差不多 满两档啊 管委会也成立了 所以我们大家每个人开始 我们就要接受 我们会慢慢慢慢的训练大家 就说好 你来 你看到有一个人 在跟他讲话 你也很想讲 但是你要不要去打扰他 你就坐在旁边 你可能提醒他说 哎阿姨啊 你说太久了 这样子 就是大家要开始知道 要怎么去跟外界沟通 要怎么讲 那如果说平常 我有时候来也是会这样 我们平常坐在那里 来 来拜拜 你坐在那里 我不能看到这个人 做我们自己的事情 我不能看到 可是像我来啊 我都会这样的 我都会问 说你哪里来啊 你头一回来 我不能看到你 我觉得这个都要训练啊 不是说我坐在那里 大家来想说 这间里面到底是怎样啊 问心两尊起来啊 就不行嘛 就是说 那你要问他 你要不要跟他讲说 哎 你要灌一下吗 也不行这样 对不对 就是有很多的那个 那我们的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啦 要从这件事情开始学训练 就是来 他是什么目的来 那我们要告诉他什么 如果他是 他是 他是什么 他其实只是来看看 你要不要强迫他去拜拜 也不一定 所以很多一关细节 我们其实真的要学 所以我今天也是 跟那个陈老师 有时候 就我们也在沟通 就是今天虽然不是 也许大家觉得 哎 哎 那个 我管理委员会开了多少年 都是自己人把他吃掉 好像有没有达到宣传效果 我觉得这不重要 我觉得就是 重要是说 我们大家知道 要到另外一个阶段了 要到另外一个阶段 因为管委会现在处理的是 寺庙内部的事情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一个机会 去了解说 我们开始要怎么面对外部 那人家来了 我们要告诉人家什么 每一个人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啊什么要讲 什么不要讲 什么要等 什么要等 那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训练 所以以前我们在那边拍片 我们常常就会碰到一个问题 机器架着 好 那就开始说 说到这样 说到没重点 回去 那个导演看就好 那一点点不知道在说什么 他看了也很累 所以就是那个很多训练啊 我们要慢慢训练 那我觉得才会开网电台走到另外一个层次 以前我跟陈老师说 这是廟 对大家来讲是妙 可是对以后的人来讲 它是一个文化的 有文化意涵 有文化价值的一个地方 它代表了整个高雄的都市的发展 啊 咱上一辈 专要说 这么这么辛苦打拼 然后打拼出一个国定古迹 啊 烟囱流了 人没有流 这样也是不对 所以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开始进到另外一个层次 然后把一个庙变成是另外一个中心 而且大家有没有看到那前面啊 我看了其实感触很多 那民国五几年 你几年啊 开网电其实是这个地方办理民大会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办理民大会 妈妈我要跟你讲一讲 好 等一下 所以十年代的时候 它是理民大会的地方 我们对这个社区 对这个理 对当时的那个政治的层面 我们扮演这么重要的功能啊 你看那每一场理民大会都在我们这边办 啊 你说经过了四五十年过后 就把这样的一个地方给拆掉 那如果说不是庙 我们光用那个理民大会来跟政府讲 你看 这是整个中都这个地方 理民大会的重要的移 重要的地方 你要不要拆 这光这个就其实就不能拆了啦 所以所以我会觉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